第21集 人为什么会中暑 我们知道人是恒温动物 当周围温度发生变化时 人体可以自动调节 使体温保持不变 当夏天气温较高时 人体从事劳动或运动 体内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这时身体会通过出汗 呼吸 大小便和皮肤辐射等向外散热 以保持人体恒温 如果这时人体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迅速散热 留在体内的热量就会使体温升高 当体温高出正常限度 体内各器官的正常工作顺序被打乱时 就发生了中暑 另外 大量出汗使体内缺乏水分和各种电解质 而得不到及时补充时也会发生中暑 那么中暑以后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清醒状态之下发现自己或是他人 有以上症状的时候 要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 然后及时补充体验 喝点茶水 绿豆汤 淡盐水等等 当然 如果有解暑药品更好不过了 然后解开衣领 若是汗处比较多 尽快擦干汗水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更换衣服 目的是要尽快散热降低体温 如果是神志不清 昏迷 抽搐等危险的情况 除了转移至阴凉地带以外 还要让病人平躺着 头向后仰 保持呼吸道通顺 与此同时还要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援 在等待的过程中 可以用湿巾冷敷病人额部 腋下 以及擦拭全身的汗水 降低体温 同时给病人按摩皮肤肌肉 以便促进血巡 改善抽搐症状 促进散热